你叫什麼名字 已經到底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尤安順 嗨 我是思琳 嗨 大家好 我是冠志琳 我是冠志琳 苗可麗 比冠志琳更漂亮的苗可麗 我祝你隔壁 與你 對 其實真的非常喜歡這部戲 因為我爸爸就是做板膜 我們也是板膜 我們是板膜 對 我是板膜的包商 對對對 我是專門包他的 不要看我這樣很會罵人 但是我其實很臭鼠辣的 所以那種工地那麼危險的地方 我其實要是我平常的話 我一定會 可是在那裡你就要走啊快啊 工作啊那麼幹嘛 都要很快速 所以這一點其實我還克服 對 蠻久的這樣 因為我就想說那裡很臭的啊 你整天下來都流汗 你也知道我就是叫弟弟的 怎麼可以允許自己身體 臭臭 對不對 欸你嘛 但私底下還是要香香啊 結果有一次他真的就是 聞到我身上有香水味 他說嗯 你有噴香水嗎 我說 你有聞到啊 他說 對啊 欸 啊那這時候怎麼還會香香的 打醒我 我就覺得 對我太出戲了 我覺得我老婆香香是應該的 對對對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 我喜歡你香香的 只看得到前面的那一塊而已 就是你回 人家是有回旋的動作 或是什麼 然後你要轉 然後有時候又如果怪手又要移動的話 其實都完全看不到 所以一定他們工地都是配外面那個人啦 對 所以 會比較擔心掃到旁邊的人 不管是 演員們工作人員 因為他們其實機器都 就是你架旁邊拍嘛 我就很怕 對就是 你掃到 而且你掃到你會完全不知道 你就繼續 通常都是這樣 剛開始吃的時候 那一份的效果是最強的 所以你一直吃新的話 那個就是會很刮 然後很 很那個 對所以 然後那一顆鏡好像拍了四五次吧 我忘了 我忘記了 但我記得拍了好幾次 但是我就是一直要重新吃一顆 然後就是吃到最後 我才感覺真的好像不行 因為我覺得好像 口腔裡面有點問題 因為我沒有感受過口腔裡面乾乾的感覺 很像沒有口水 我有刻意的就是先把量減少一點 好險休息一兩天之後就沒事了 對所以還好 不過那個時候 我自己真的有嚇到 因為那是我沒有想到就是 會發生的狀況 我在吃冰糖當初沒有想到說 自己會吃成這樣 對 一時興起的時候會去買買樂透啊 然後想說 今天應該就會載我 好像信心很滿這樣 可是 只有當下那個十秒鐘是很滿的 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也忘記了 就是說今天是不是要開獎 今天要開獎 不會守在那裡 就說怎麼樣要開獎 然後隔一天的時候再去一刷 然後我就直接問電影講 有沒有 就沒有 叮叮 叮叮 就知道了 看起來看人家這麼多 夜情有一個對的 二十萬 五千萬 六千萬 他在飛賽啦 母一發票我也從來沒中過 真的啊 所以我從來不對 但是我給我媽媽的她都有中啦 但是我自己對我就沒有 所以我現在都是給我媽媽 讓她最開心 她就很喜歡對那個 對 後來我就發現有時候 老天爺也是很公平的啊 他就給你工作 可能這個偏財方面 就不是那麼的旺這樣子 但我覺得有時候 有發財夢很好啊 因為你才有動力 才有那個熱情去做 你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 我大學的時候有去賽歌場打過功 賽哥 對對對 人家比賽那種 你也負責什麼 分腳 沒有沒有沒有 蓋翅膀髒 然後還有腳環 然後還有分龍 對對對 那個 我那時候不知道 也是 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個他沒有插手 對那個我不知道 十四 十五 十五 人家說 開廟幫她是生意 別賺賺錢 他跟爹帥啦 我聽說 有人要給你送 營運保護城市 經過媽媽的加持 你能夠發財 那你是怎麼賺多少 你要拿家裡的錢 就亂弄 怎麼那麼弄 這是投資 要跟兩位順哥 然後就是 有比較多對手戲 然後三個人要鬧 就是鬧得很荒謬什麼 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因為兩位都是很 我不知道 我不敢造次 或者是在那邊吐槽他們 因為阿全很屁 然後又很沒大沒小 然後我想說 天啊 我要這樣子就是 直接就是 嗆他們兩個 我真的 我不敢 跟你演起來反差好大喔 就是你知道 五次在那 哇塞 什麼的啊 我的天啊 然後就覺得發現 士林是玩陰的 不是啦 我剛認識他的 他剛進去 昨天想說 這個人 他會不會講話 他真的 私底下也是不講話 他就是很安靜 很安靜的一個小孩 因為他比較 瞧不起我們 他說我是歌手 你們是哪位啊 然後他就覺得 我這麼年輕 聽跟你們這些老頭兒拍戲 對 我這麼年輕 這張搞笑的 好像很聰明 不然我怎麼起床 他就是要出炒梯了啦 你是在說什麼啦 聽都沒有耶 就會很快的 會感受到一種力量 那就是民孫哥 給我們的一種 很特別的 就是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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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 怎麼這樣 你跟阿金伯伯 都是氣 感覺是我們 轉眼睛就賺美歌仔 有望最美 氣望最美 這是詐騙 帶給我們的就是那個 因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投手 那我是一個譜手 然後士林就像是一個打擊手一樣 所以我們三人剛好在 三人在球局裡面來講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彼此很好的那個 就是一個魅局這樣子 真的 哇 好甜喔 這裡的布 人活得不管怎麼樣辛苦 但是一定要有夢想 一定要有希望 然後 還是你就會感到光 看完做工的人 我們大家會多了很多的同理心去看待 很多在為我們付出的勞工朋友 那我希望大家呢 在看完這裡 你真的可以找回你的夢想 找回你的熱情 找回 那種 自己最初的那一點點的感動 我覺得每個人可以從不同地方得到一點點刺激 跟如果有想法的話 那對我們來說就是 最好的報酬跟回饋 然後希望大家 能夠支持做工的人 可以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嗎 檳榔是保休仔的好夾 還是沒有保休仔的 都好 你要試試看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